電動力學Electrodynamics 我們看第十章 第十章我們首先看了一個就是動聲電動式 叫做Motional EMF EMF就是Electromultiforce 假如我們這裡有一根圓柱形的一個金屬體 它在磁場為B的空間 在磁場垂直的方向以V的速度在運動 因為導體裡都有很多載體 很多載體就是代電體 我們拿一個正電荷來做代表 這個電荷加定它是Q 朝這邊運動V它在磁場裡面 於是它就有一個QV cross B的磁力 它就會受一個磁力 向上的一個磁力Q V cross B向上的力 向上的力是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式子寫成Q 乘算一個EN EN它是代表 這個好像是一個電荷 就是等效電荷 等效電荷 它是屬於什麼電荷呢? Non-Electrostatic Field 非靜電荷 靜電荷是由靜電荷堆積在空間而產生的電荷 這裡沒有電荷堆積 它是因為導體 因為這個電荷跟著導體在這裡運動 是在裡面運動而產生的 所以EN就代表V cross B EN等V cross B等效電荷 等效電荷 各位要注意 這個電荷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Q在這裡 以V的速度這樣子跑 就在這個地方 你Q所在的地方 會產生一個非靜電荷 它並不是這裡產生靜電荷 這裡產生靜電荷 沒有這樣子喔 就在你本身這個地方產生靜電荷 你電荷在哪裡? 那裡就產生這個靜電荷 於是 這個電荷所在的位置 就開始有一個等效電荷 向上的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EN EN在這裡 比如說我們拿這個好了 它對單位電荷做工 從B點到A點做工 就是當Q等於一庫輪的時候 就是這個值 等於這個 因此呢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說 它可以把一庫輪的電荷 從這一段B端 推到這一段去 正電荷推到這一段去 於是 總是最後就是 它把電荷從這裡推到這裡 那這個電荷就儲存在這裡 正電荷過來 那副電荷就留在這裡 那副電荷就留在這裡 或者說 把副電荷推到這裡來 正電荷就留在這裡 對 那這個 根據這個EMF的定義 就是非進電荷 就是非進電荷 這是非進電荷 對單位正電荷做工 從電位低的地方 推到電位高的地方 因為你這個電荷推上去 這個電位就做工 這個電位變高了 那這個就叫做EMF 我們以前在講電學的時候講過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動聲電動式 你把E用這個帶 E用這個帶 就是動聲電動式 就是說你這個導線裡面 這個導線如果以V的速度 在磁場裡面運動 運動 你的導線長度只有DL的話 那麼它會產生一個DY 但你全部的長就是積分 全部的積分就是這個 Y就稱為動聲電動式 就是導體在磁場中運動 所產生的電動式 B與A分別代表低電位 與高電位的端點 因為你做工才能把電荷從這裡 正電荷提升到這裡來 所以這邊電位比較高 這邊電位比較低 要記得這個 所以L長的一段電線 它在磁場裡面 以V的速度運動 那麼它就會產生一個電動式 整個導線上面 會產生電動式這麼大 第二個我們就看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像這個 假如我們這裡有一個線圈 線圈 導體做的本來沒有電流 然後我們當中通上磁場的時候 如果這個磁場也不變 永遠保持這麼大 這個電線上面也沒有電流 但是你這個磁場 只要一改變 變大 或者變小 這個導線上面就會有電流產生 有電流的話 我們就說它有電動式 那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它從實驗裡頭發現 這EMF線圈上產生的電動式 跟這個magnetic flux有這樣的關係 就是說你磁場隨時間變化 它的大小就是磁場隨時間的變化 還要乘上它有多少渣 這個地方磁場經過的渣數n渣 所以磁場的大小就是 n倍的d5 over dt 它有方向 這個方向跟磁場的方向之間 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個關係我們等等再解釋 再說明它當初是怎麼定的 好 現在我們就把n乘上phi 當作是lemn 這個線圈裡頭的b場 到達da 這就是磁通嘛 經過這個磁通嘛 好 如果這個線圈 不是只有一圈 好像螺線管 很長的螺線管 有n渣 有n渣 可是你這個flux 因為某一種方式產生的flux 沒有把這個n渣全部煉住 它只煉住當中的n渣裡頭的小n渣 比如說你原來有一千渣 它只煉住你有一百渣 這就是n渣裡面被磁力線實際圈住的渣數 那這個n乘上phi 那它就等於這個成n 我們就令它叫做lemn lemn就稱為什麼呢 我們叫磁通的鏈 磁通鏈就是磁通的鏈條 用磁通做成的鏈條 鐵鏈就是用鐵做的了 這是磁通做的鏈條 它叫magnetic flux linkage 這意思就好像說lemn 好像是有一條由磁通製成的封閉鏈條 整個封閉鏈條 把n渣導體中的小n渣線圈把它煉住 沒有煉住全部 好像你這裡停了五十輛腳踏車 我現在拿一根鐵鏈來煉 我沒有辦法五十輛全部煉住 我只煉住裡頭的十輛車子 十輛車子 那這個n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麼多腳踏車裡面 我們實際上是煉住幾乘 幾輛腳踏車一樣 我們就可以把法拉第定律 我們就可以把法拉第定律 本來是負的nd5 over dt 我們把n5就變成lemn 它就變成這個 這是法拉第說的 這是法拉第說的 他發現到 他有實驗發現到 而真正就是說 他為什麼是這樣子 那連法拉第自己都不知道 大自然 大自然很多很多我們應用的定理 我們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你能夠把它的規則找出來 你就可以應用 好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 如果磁通 煉住某一部分線圈的磁通面 如果有隨著時間在改變的話 就是說這個磁通可大可小 改變 變大或者變小 它就會產生電動式 那這個是負號加進去 就是說 你變大的時候它是什麼方向 跟變小的時候是什麼方向 正好相反 電動式的大小就是這個 方向呢 當初法拉第定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有兩種方向 一個叫做正指向 一個叫做負指向 正指向就是positive sense 就是你這個電動式 它是positive sense 如果是負指向的話 就是這個電動式是negative sense 那它怎麼定義的呢 我們來看看它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希望各位 好好地把它學起來 我們學一個 這個法拉第定律 這個法拉第定律 它本身就是有 還有大小跟方向 但是我發現 我發現好多同學 這個方向的 只知道它的大小是怎麼樣 方向呢 不會定 就是說 它定了這個方向 你沒有把它拿來應用 法拉第2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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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學整套去學去 不要學一半 好 我們判定電動式的方向 的方法 電動式的方向 你看看怎麼定 右手大拇指豎起來 其他四個小指頭彎曲 如握拳轉 握拳轉 大拇指指的 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我大拇指啊 如果磁場是這樣上去 我就這麼指 那電動式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我們假設這個是Z 這就是φ的方向 如果磁場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你小指頭是這個方向 那就是小指頭就是這個方向 那這就是φ方向 好 這個如果是磁場 小指頭的方向 就是你的電動式順著小指頭 這個叫做正指向 因為這個就是右手定折 這個 磁場的方向 這個是電動式的方向 這是正指向 好 如果反過來 磁場這個方向 結果你的電動式是反過來 不是這個方向 不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那應該就是這樣子了 對不對 那就表示 你這個 電動式 電動式的方向 我們就叫做 副指向 副指向 好 我們用以下的四個圖 來表示 比較更清楚 好 你看 這個是磁場 你要先把磁場畫出來 磁場 好 電動式如果是這個方向 你看 這就是正指向 如果磁場是這個方向 電動式也是這個方向 就是正指向 如果你的磁場是這個方向 而電動式不是這個方向 你看到沒有 跟這個相反 這就是副指向 你看 磁場是這個方向 結果它電動式不是這個方向 是這個方向 那就是副指向 所以你要看電動式的方向 你先把磁場的方向找出來 大拇指就順到這個方向 那小拇指的方向 那小拇指的方向 就是電動式的方向 小拇指的方向 如果跟磁場的方向 正好 合乎 右手定者 那就是正指向 不合乎 右手定者 就是副指向 好 我們已經知道 什麼叫正指向 什麼叫做副指向 現在呢 我們來看法拉第定律 這是法拉第定律 這個方向到底什麼方向啊 它是要看它的磁通變化 好 我們看這個情形 磁通 我們拿這個數量來代表它的大小 比如說這麼大 後來變小了 比如說原來有九條 變成六條 就是小變小了 它變小了 那就是這個指是副指啊 D-Lamna over D-T是副指啊 副副得正就是正的 這個是正的 就是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 所以它的方向就是 磁場這個 EMF就是這個方向 好 你現在是先不要看EMF 就是它變小 它的磁場應該就是朝這一邊 好 這個也是一樣 原來是這個方向 變小了 變成六條 那這個是負的 負負得正 好 EMF是正指向 磁場這個方向 正指向就是這樣 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 就是 那像這個呢 原來比如說九條 你突然變成十二條 變大了 變大了 這個是大於零的 那EMF就是小於零 這就是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就是這樣子 這是posi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就是反過來 這樣子的 這個十二條 六條 九條變成十二條 這個正的 EMF是負的 這是順利成長 就是positive sense so negative 就是要朝這一邊 你把這幾個 回去 好好把它弄懂 把它消化了 以後 用法拉第定律的時候 它的 電動式的大小跟方向 你都可以 由法拉第本身來決定 不要去用到這個 lens law 可是可以就是說 很奇怪嘛 對不對 同一個定律就可以 你為什麼要用別的定律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例題 這個圖有磁場打叉的 進入這個紙面的 那麼擺了一個U型的導體 在這裡 U型的這個導線 然後呢 這個U型導線這個面 就是跟這個磁場垂直的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 U型導線上面 擺一根導體棒 導體棒 然後我們把這個導體棒 從這裡 把它往這個方向 以V的速度拖行 V的速度拖行 那現在問 這個回路當中 它的EMF是什麼 EMF是什麼 方法一 我們就看 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動身電動式 一個是法拉第定律 我們先用這個動身電動式來看 動身電動式就是說 你有導線 導體在磁場裡面運動 它就會在這個導體兩端就會產生電動式 這也可以說是你有一個導體 切割這個磁力線 把磁力線切過去 就會產生電動式 EMF等於EN多的DL 從B到A 這是它的公式 EN是什麼 這個EN就是等於V CrossB V CrossB EN是朝上 EN朝上 DL 我們就取DL跟EN同方向 那就變成這個 所以EN就是V CrossB 它也是Y的方向 它也是Y的方向 EN V CrossB 我們就來單獨算 V是V 方向是X 大小是V BX 大小是B 方向呢 在這個座標裡面正好是-Z的方向 所以V A X Cross-B 是等於Y的方向 所以這個EN呢 也是Y的方向 好 把這個值 帶到這裡來 我們動森電動式 等於這個 它就是這個 Y.Y等於E 那它就是VBDY V是常數 B也是常數 我們就把V跟B 提到積分號的前面來 DY的積分呢 它是從Y軸 接觸的這兩點 從0到W VBW 這就是動森電動式的大小 就是說你這一段回路 會有電動式 會有電動式 那這個電動式的方向 就在這一段導線裡面 這個都沒有啊 因為它沒有在動 那它的方向呢 這個方向 就是跟EN同方向 電動式的方向 就是跟EN 是同方向 是這樣子 原來EMF 它不是向量 它不用向量表示 但是它有方向嘛 這時候它是指向Y方向 它就是跟EN是同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 我們就是要看EN EN是什麼方向 它就是什麼方向 這個是動森電動式 好 同樣一個題目 我們用法拉第定律來看 我們就說 為什麼這個當中會產生電動式呢 這個產生電動式呢 原因就是 你這個回路裡面的 磁通 會隨著時間改變 磁通隨時間改變 那我們就把法拉第定律這個 寫出來 負的 D lemna over dt Lemna是等於小N乘5 小N就是你有幾張 乘上那種的磁通 那現在的N是等於1 所以它的Lemna就是N5 就是1 就是1 Lemna是N5 N是1 5 5就是B 到達DA 那我們就把B X 等於這個 DA 就是 這個地方 你往這邊 就是你這個 長方形 你如果取一個 小面積基數的話呢 它就是 X 方向取一個DX Y方向取一個DY DX DY是V的一個小小的 一個面積基數 這個面積基數啊 跟這個面積啊 是同方向的 同方向 同方向 那我們現在就是取 這個面積向量的方向呢 跟磁場同方向 跟磁場同方向 所以這個也是跟磁場同方向 就取DA跟磁場同方向 DX 它是從0G到X 這個是某一個位置X DY是從0G到W 這個積分B 這就是W 這個積分就是X Lamna是等於這個 你現在把Lamna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所以EMF等於 負Lamna over DT 就等於負的 這個值 被DT來除 這兩個都是常數嘛 只有X它的位置 隨著時間改變嘛 這位置隨著時間改變 DX over DT 就是它的順時速度 就是這一瞬間 導線的速度 導線的速度 好 你看 EMF我們算出來了 大小是BWV 跟動聲電動是一樣的大小 不過它的方向 從這裡可以讀出來 EMF是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 你就按照我們剛剛講的方法 你看磁場這個方向 右手這個叫順時針方向 Posi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就是這樣的方向 所以它的EMF就是 逆時針方向 我們現在用現在的話來講 這個寫錯 這是負 正負的負 負指向 逆時針方向 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 逆時針方向 OK 你要是沒有把這個方向學會 現在這個正負號就是你的一個問題 你不曉得負號出現代表什麼意思 好 這兩種方法比較起來 當然算的電動是都可以算出來 但是啊 法拉第定律只知道說 這個EMF是這個回路的EMF 整個回路EMF是這麼大 動聲電動師是說 它的回路電動師是BWV 但是這個都沒有在動 BWV全部是由這根導線在動的 這個導線在運動 所以動聲電動師比較準確一點 就是說它不但指出這個回路的電動師是多大 而且它是產生在這一段導體上面 這一段導體是因為跟它接觸才有 如果不接觸它就是沒有 好 這個是我們看的一個例題 看的一個例題 所以我們在解電動師的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動聲電動師 一個是法拉第定律 那你就看 那你就看 如果系統中的磁場 維持一定 磁場不變 磁場不變就是磁動不會變 而是有導體在移動 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要用動聲電動師來求解 如果系統中 如果系統中沒有導體在運動 而是磁場是時間改變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用法拉第定律 來解電動師 OK 就是以後我們要求電動師的話 兩個方法 你到底有哪個方法 比較最恰當 我們就根據這個兩個原則來判斷 OK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往下講 我們再看一個 現在看一個例題 這個例題是說 有一個半徑VR的一個金屬座的圓盤 駁盤 在均勻磁場的區域 這個磁場 圓著這個方向 是均勻分佈在這個區域裡面 而這個圓盤呢 以Omega的角速度 就是這樣子 它的向量朝這裡 就是這樣轉 這樣轉 磁場與角速度 皆指向Z方向 我們把這個方向 當作是Z的方向 那麼它的轉軸呢 也是用金屬支撐 這個也是用金屬支撐 這個軸也是 那現在要問 這個回路 這裡有一個回路 看到沒有 從這裡過來 從這裡回去 就這個回路當中 它的EMF是多少 就EMF 好 那現在我們要求EMF 那我們學了EMF有兩種方法 來計算EMF 一個就是動聲電動式 一個是法拉第定律 那現在的狀況是什麼呢 這個磁場保持定值 磁場保持定值 是金屬圓盤在動 所以它是有導體在運動 而磁場不隨時間改變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用 動聲電動式來做 用動聲電動式 那我們就先把動聲電動式 把它寫出來 那EN EN EN就是等於 V cross B 那我們就把這個回路畫出來 在這條路徑上面 這是圓到半徑的方向 距離圓形R遠之處 距離圓形R遠之處 我們取一個DR這麼一小段 這就是DL 這小段 這一段的這個 它的速度 因為這是Omega 速度就是V等於R Omega 它是跟這個磁場是垂直的 所以V cross B V cross B V cross B V cross B這樣子 V cross B 它就是R的方向 V cross B V cross B 是R的方向 沒錯 V是等於 這告訴我們 V是等於R Omega Phi B上是ZB 所以EN 就是V cross B R的方向 R Omega B就是它的大小 取DL DL就是RDR R的方向 這個帶到這裡頭來 我們覺得EMF 要等於這個值 DOT DL 這兩個同方向 它就是Omega B常數拿出來 RDR積分 從零 起到達R 那就是二分之一的 這個 R平方 漏掉一個 R平方 這有個平方 二分之一 R平方 Omega B 有個平方 好 底下我們就要介紹 用向量位來表示電場 將來法拉第定律 我們還會有立體 目前我們就先講這個立體 然後我們先來看看 用向量位來表示感應電場 比如說B常是等於Curl A A就是向量位 我們把這個帶入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Curl E 要等於負的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等於負的 B常用這個帶 好 法拉第定律 好 法拉第定律 看看啊 我這裡沒有倒出來 沒關係我們 等等再倒好了 我們前面說了 法拉第定律它是說什麼呢 它說一個線圈啊 一個線圈 它會產生電動式 是因為它有磁通在變化 磁通在變化 我們現在不妨 我們這樣子好了 我們寫一下好了 寫一下好了 就是說 法拉第定律 好 我們當場 算給各位看看 好 法拉第定律 我們剛剛不是說 E 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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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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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律 變化 有些線圈 现在只有一张 D5 over dt EMF等于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EMF 我们又用这个来带 EMF 它是等于 对于 对于EN 我们不要用这个 用这个 DL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如果是一个线圈的话 如果是一个封闭线圈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我们换一个 换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假如它是一个封闭路径的话 那么 Five Five 它就等于B厂 B厂 B厂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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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partial derivative 因为磁场 因为磁场 它可能是空间的函数 也可能是 电场的函数 所以我们要用 维分的话 应该要 用 partial derivative 这里我们加进去一个partial derivative partial over partial t 我们把这个拿到这里来 这个值是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DA 我们由这个Stock Theorem 我们说这个积分就可以写成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面积分 就是curl1 curl 1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这是DA Stock Theorem 好 那这个又等于这个 对不对 所以它又等于 我们比较这两个式子就发现 curl1 curl1 要等于这一边的 等于负的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这就是法拉第定律的微分式 法拉第定律的微分式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这个式子 刚刚这个 这个page 好 我们刚刚不是导出这个来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b等于curl1 我们把b等于curl1 带到这里头来 它就 就curl1 因为这个del是对空间微分 而这个是对时间微分 所以你先对空间微分 先对空间微分 跟先对时间微分 都没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这样子 好 一向以后 我们把这个挪过来 就变成这样 这个挪过来 变成curl1 加partial a over partial t 等于0 好 这是一个向量 一个向量的curl等于0 我们说你这个curl 可以写成 一个存量的gradient 存量的gradient 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 因为电场就是存量的gradient 我们特别去负值 负值的就是令电场是从高电位直向低电位 我们就说这个才是等于这个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讲这个磁场随时间改变 现在磁场随时间改变 它也会产生 就是说这个跟这个在一起会产生这个 那么所以这感应电场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两项 好 这两项里面我们就说 以前我们没有这一项 就只有电场等于full gradient的V 那这full gradient的V就是 纯粹由静电荷堆积在空间所产生的 就是说这一部分呢 一等于这个 就是由电荷堆积在空间而产生的电场 那不但是这个可以产生 现在我们说磁场随时间改变 也就是磁相量位随时间改变 也会产生电场 于是电场就变成这两项 这个要记住 以前我们只有这一项 现在多了一项这个东西 GradianV是由静电荷堆积而产生的电场 属于静电场 那么这个是由磁相改变而产生的电场 这个叫做非静电场 Non-Electrostatic Field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里有两个无线长的导线 平行导线 一个电流是这样子 一个电流是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我们摆一个长方形的线圈 这边的长度是W 这边的宽度是H 好 那么 因为这两个电流都是随时间在变化 电流随时间变化 那它产生的磁场就会随时间变化 那于是经过这个线圈的磁通就随时间变化 磁通随时间变化的话 这个上面这个线圈根据法拉第定律 它就会产生电动式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线圈产生的电动式是多少 就这个电动式 那我们刚刚分析了 这个电动式 这里没有电池什么东西 它一定是感应出来的 感应电动式要有磁场 这个磁场就是由这两个电流所产生的 所以这两个电流在这里产生的磁场 我们现在用法拉第定律来算 法拉第定律就是EMF等于经过这个线圈的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而磁通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B长到的DA 这个地方的B长跟DA 那么B长 这个任意一点的B长是由这两个电流所产生的 DA 我们在这个地方取一个面积基数 它长是H 宽是DR 因为这个电流 我们假定这个比较靠近的这个 这是Z的方向 于是它这个磁场的方向就是Fy的方向 我们主要就是去这个跟磁场同方向 好 那么 这个地方的磁场由这两个产生 我们就由Build-Sava Law就可以求出来 BA 由它产生的 B 那应该就是等于Fy 2π 这里应该是Rho Rho A Rho A 这个是-Fy Rho B 然后这两个总长度 总磁场呢 就是这两个之和啊 这个拿出来 这个 里头 这个宽度 是等于 应该Rho A Rho B 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 持通就是等于这个 存在这个积分呢 如果你这个用Rho的话呢 这个也要用Rho 这个如果是Rho的话 这也要用Rho 那就是 这个都是变成Rho 你这个积分积出来 是Rho R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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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和平在一起就是这样子 这个呢 应该要用Rho Rho A Rho B 因为你要算到这里嘛 对不对 算到这里嘛 这是下面一个 我们用这个 相当位来算 用这个 好 持通有了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求EMF 好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求EMF 好 那这个 这个都是常数了 好 那这里面就是什么东西在变呢 就是I在变 就是DI over DT 就好 好 这里稍微 改一下 好 这个都改成Rho 都改成Rho OK 好 这是电动式 这个电动式 是由法拉第定律 是由法拉第定律 产生的 好 那么 用法拉第定律 我们求这个式子 第二个方法 我们用感应电场来求EMF 1 1 等于这个 那现在没有电荷堆积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 好 那么这个A是等于什么呢 A 就是相当位 我们看左边这个相当位 左边的相当位 跟右边的相当位 左边是这个 右边是这个 我们底下有推导 好 我们下一章头一遍 我们来看推导 比如说以前我们讲过一个 无线长的导线 电流是I 距离它R远之处P点 这个A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求出来这个A 是等于这个值 那么 因为这个L很长很长 这无限长嘛 我们这个写无限大就 就没办法算下去 所以我们用个L来代表 L比这个大很多 它其实就是这个值 那这个就可以看成2L over R 的平方 2就拿到Log前面来 跟这个4月的 AZ就等于这个 就是距离它R远之处 它的相当位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题目 它有两条电线 一条是这个 一条是这个 好 那么这两条在左边 这个地方就不必谈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 将来你要做一个 线积分的话 那么这个是跟A跟线 DL同方向 这个是跟垂直的方向 将来就是0了 我们将来只要算这两边就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AL 这一边 它一个是由这个产生 由这个产生 这个就是带这个 这个R用RA带 然后再来一个是这个 因为它电流是负的 所以就是负的这个 这两相合并以后 这两相合并以后 就变成这一相 这个共同相提出来 那这个比上这个 2L就消掉了 右边也是一样 右边 那它这个距离就是 R A加W R A加W 这边距离是R B加W 这两个合并起来 这两个合并起来 就变成这个 所以AL等于这个 AR等于这个 我们刚刚不就说 这两个吗 对不对 AL是这个 AR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 这是我重写的 所以左右两边的感应电动是 EL等于这个 就是负AL 负的partialAL partialT partialT只作用在这里 因为其他都是常说 那right hand side ER 就是负的 这个值 OK 那它就也是 作用在这里 所以感应线圈的电动式 它是电动式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封闭路径的积分 你看这个电动式 都是Z的方向 不是正Z就是负Z了 这个是正Z 这个是负Z 它DL呢 就是DL 这边跟它同方向 这边跟它反方向 它的积分 它的积分 都在 只有这个 DL跟A是垂直 所以这两边就不要算了 所以这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就是这两个积分 那我们就把这个称L 减掉 不称H 这个也称H 因为你这整个积分 DL积分就是H 这整个都是一个 一个常数在里面 那就等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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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减的话呢 就是这两个在 Log再相处 就变成LogB LogA 这两个正好颠倒 这个 不变 这个 因为它是分母嘛 就倒过来 所以EMF就等于这个值 这跟前面算出来的一样 如果 RB 去无穷远 RB 去无穷远 就是说 这条线 在无限远的地方 那就 就等于对它没有影响咯 只有这个影响了 那它就变成 单独的一项 RB 去无穷远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RB 拿出来 约掉一个 那这个就变成 RA分之 RA加W 这个就变成 单条电线 的电流 产生的EMF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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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